為了招攬韓國學子赴臺就讀大專院校 中國文化大學國際際兩岸事務處處長林柏山 率領臺灣的北中南共五所大學的代表 到韓國首爾展開海外招生說明會 他們希望韓國高中學生能夠來臺 體驗臺灣不同學校的文化 季十月初中國文化大學與駐韓臺灣教育中心 聯合臺灣十二所大學參加韓國CEOEX舉辦的 韓國國際教育展招生獲得效益後 中國文化大學國際際兩岸事務處處長林柏山 在駐韓臺灣教育中心執行秘書張榮熙的陪同下 再度率領包括昆山科技大學 馮甲大學 文藻外語大學 大業大學等大專院校 來到漢城華僑中學拜會招生 大力宣傳臺灣高等教育 我們這次臺灣教育中心特別邀請了臺灣北中南三個地區的學校 臺北就是中國文化大學 臺中是馮甲大學 彰化大業大學 臺南的昆山大學以及高雄的文藻外語大學 我們希望能夠把臺灣的高等教育介紹給我們韓國的同學 而漢城華僑中學校長于直勝 副校長如乃傑率領高三學生到大禮堂聽取簡報 各所學校除了說明各自特色外 還介紹了教學政策 教學方針 環境 文化活動 宿舍等等 其中優惠學雜費跟獎助學金最受學生關注 臺灣高等良好的教育 像各個學校都有不同的專業 像是工科 外語 然後一些商學 設計學院等等 相信臺灣可以提供非常好的資源 然後讓這些學生可以繼續升學 拓展他們的國際觀 當然臺灣也是非常歡迎這些學生來 所以我們也有準備非常好 非常優渥的獎學金 希望這些學生可以一起到我們臺灣升學 由於臺灣學校承襲正統中華文化與語文 近幾年來韓國學生選擇到臺灣留學 或是學習華語的人數也大幅提升 104學年來臺修讀學位及華語人數已達3820人 而臺灣大學代表們接著也將拜會建國大學附中 榮華女子高中等韓國學校宣傳招生 期盼能吸引更多韓國學生到臺灣就讀 臺灣宏觀電視黃群 韓國首爾 採訪報導